金铜车站 金铜车站建于1931年 是平溪支县的总点站 金铜车站曾经是台湾运煤辆最大的车站 日式木造的站坊已经有80年的历史 是台湾目前仅存的四座日式木造车站之一 穿过车站旁的铁道 沿着旁边的步道向上走 步道上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花散 别有一番日式的风味 步道的尽头就是金铜煤矿级棉公园 金铜煤矿公园满布茂盛的植物 交错盘杂的树根成了特殊的画墙 让到此的游客们 尽头下少不了捕捉的画面 漫步于煤矿公园 仿佛回到百年前的金铜 位于公园内的石底大斜坑 是平溪线上最大的煤坑旧址 于1937年开始新建 费时三年连同石底一坑 二坑与三坑 此后便将十分辽至十八重溪 各坑之煤炭集中自石底大斜坑搬运出坑 车站的位置还可看到玄戏煤唱和降玫瑰 降玫瑰的长度更为台湾之冠 第二篇